焦点116植物生长术的发现 1880年 查尔斯·达尔文像光性实验 达尔文的著名研究领域是演化方面 后来他也对植物基数的研究产生兴趣 达尔文与他的儿子 弗兰西斯注意到植物有向光源方向弯曲生长的现象 后来植物学家称之为像光性 他们以河本科植物金丝雀骨草的幼苗的牙翘 进行不同的实验处理 当完整的牙翘顶端受到侧面单向照光时 牙翘便会向光生长如图A 切除牙翘顶端或将牙翘顶端包覆于阻断光照时 牙翘便不会向光生长 例如图B图C 将牙翘下方包覆以阻断光照 牙翘仍会向光生长如图D 依据实验结果推论 向光性的信息最初在牙翘顶端接收 然后当幼苗接受光照时 牙翘顶端会产生某种物质向下运送 引起牙翘向光生长 法兰西斯将这些实验结果整理成植物运动的原动力一书 引起其他植物学家的兴趣 开始一系列的试验 最终导致发现第一个植物基数 生长数 1913年 博医生检生 燕麦牙翘实验 博医生检生 以燕麦牙翘进行一连串的实验 分别以侧面单向照光 观察幼苗牙翘生长的变化 将燕麦牙翘切除 以侧面单向照光 牙翘无相关性 如图A 将牙翘顶端切除后 重放回原处 以侧面单向照光 牙翘有相关性 如图B 如图C 将一个燕麦牙翘切除后 置于一片羊菜胶上 再放回原处 以侧面单向照光 牙翘有相关性 如图C 将燕麦牙翘切除后 置于云母片上 再放回原处 以侧面单向照光 牙翘无相关性 如图D 用云母片阻断 燕麦牙翘顶端的右侧 以左侧单向照光 牙翘无相关性 如图A 用云母片阻断 牙翘顶端的左侧 以左侧单向照光 牙翘有相关性 如图F 1918年 鲍尔 黑暗中的牙翘实验 鲍尔参考前人的研究结果 进行不同的实验 发现若先去除 燕麦牙翘顶端 再不对称底 重置在切口处 即使在黑暗中 幼苗也会发生 弯曲生长的现象 1928年 文特 燕麦牙翘 弯曲试验 文特延续 博医生 简生与鲍尔 早期的研究工作 以燕麦牙翘 进行试验 燕麦 弯曲试验 去除燕麦的 牙翘顶端 将此牙翘顶端 置于一小块 羊菜胶上 牙翘顶端 所释出的物质 扩散到 羊菜胶中 然后在黑暗中 把羊菜胶 不对称的放在 切除顶端的 牙翘一侧 实验结果显示 物质会从羊菜胶 扩散到 下方的牙翘组织 牙翘会因为 两侧细胞 伸长程度的不同 而造成 弯曲生长的现象 更改 胶块的 牙翘顶端数目 实验结果发现 弯曲的程度 会依 羊菜胶中 物质含量不同 而有变化 这种分离至 生物体内 微量活性物质 定量与定性的方法 称为 生物检定法 文特成功地分离了 具有活性的物质 并证实 此物质 与牙翘相关 弯曲生长有关 因为此物质 可促进 植物的生长 因此 文特将此物质 称为 生长树 1934年 银斗乙专的发现 第一个具有活性的植物基数 银斗乙酸 IAA 是科学家从人类尿液中分离出来 同时 IAA也从酵母菌的萃起液中分离得到 过了几年 黴菌体内也发现了IAA 1946年 科学家从玉米种子中分离出IAA 而且证实 IAA是普遍存在于高等植物体内的主要生长树 进一步研究发现 植物体内除了IAA外 还有本瘾酸 PAA 瘾斗丁酸 IBA 也具有生长树的活性 CONE B видео B E B 感谢观看